好的那我们开始吧 嗯好 就首先呢是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今天的线上专场活动 啊这场活动呢也是朱雀艺术举办的第四场的线上zoom专题活动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啊这位对谈嘉宾也是悉尼摄影界的大咖啊 浩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几位艺术大师的真实瞬间 那么本场活动的时长预计是一个小时 然后最后呢会有十分钟的问答环节 所以大家可以和浩月来做互动 那么在我们进行对谈的同时呢 大家可以在屏幕下方有一个Q&A的这个板块留言打下你的问题 我们在最后的时候会从里面抽取一些问题 然后请浩月来做出回答 那么如果有就是刚刚关注到朱雀艺术的新朋友呢 我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罗曼 我目前在朱雀艺术担任画廊经理这样一个职务 我们画廊是位于悉尼 成立于2015年 是澳大利亚首个专注中国当代艺术的专业画廊 目前呢已经六岁了 接下来呢 我向大家隆重介绍一下今天的对谈嘉宾浩月啊 这是浩月的香 浩月呢是200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2001年到2005年间浩月先后在中央电视台担任艺术人生和建政栏目编导 2001到2011年间浩月先后供职于中国青年 Vision青年视觉明报周刊等杂志 担任资深摄影师 浩月曾经采访拍摄过一系列世界级的文化艺术大师 其中就包括我们今天等会会聊到的几位非常著名的艺术家 那2011年呢浩月全家移民悉尼 12年浩月创立了浩月世界工作室 并担任视觉创意总监 那么作为专业的摄影师 浩月个人的成绩也非常精彩 多次举办个人影展 作品也被国内外的藏家和机构广泛的收藏 今年呢浩月是和华为品牌合作 他使用华为手机拍摄了抽丝 即时摄影项目 在华为悉尼旗舰店举办个人影展 浩月还同时在进行另外一组 关于疫情的肖像摄影作品 名为《回家过年》 我们今天的观众可能有一些也参加过 这个系列作品的拍摄活动 那么这一个系列作品呢 再度入选了今年的悉尼head-on国际摄影节 这个展览预计是将于11月来进行 那么浩月的介绍就到此 那我们来请浩月和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哈喽浩月 哈喽大家好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啊 和那个主角画廊的罗曼 还有大家一起来分享过去拍摄这些艺术大师们的经历 欢迎大家参与 然后后边的环节呢 欢迎大家我们一起加入讨论啊 嗯好的 那么浩月哈 首先我挺好奇的作为一个摄影师嘛 你的工作其实常常是需要在外出创作的 那么疫情的关系呢 悉尼其实已经封城两个月了 我们两个人其实也都是在各自家中来做这场谈话活动 我有点好奇的是你最近在忙些什么 对就是因为有了这个工作室以后 其实我的工作大部分时间是在做工作室的一些商业拍摄的项目啊 但是从六月底开始这个悉尼封城了以后 我们的工作基本上就属于停滞状态 不能继续去工作室拍摄啊 然后工作室小伙伴们都是在家里 但是我自己的几个今年在做的项目 就像刚才罗曼提到的这个华为这个即时摄影展 也是关于疫情的 也一直在线上展览和华为线下的展览 然后我自己的那个另外一个关于疫情的选题 就是回家过年也是入选了今年的汉南国际摄影节 希望11月份的时候 那个咱们悉尼的封城的这个规定能取消啊 我们能解决顺利的话 11月份这个展览会在悉尼的最著名的邦代海滩开展 到时候欢迎大家一起去邦代海滩 我们线下聊喝杯酒看看展 对对对 期待我们解封的日子可以来那个 浩月线下的这个展览来欣赏浩月的作品 现在就在屏幕上先来做一些欣赏 那么聊到这个lockdown 也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画廊虽然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目前这个实体展览是暂时的延期了 不过我们在远程办公的同时 其实也在积极的筹备很多的线上活动 那么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这一个 就是我们线上活动的一部分 是目前正在展出的一个叫做当代版图的VR展厅 虚拟展厅项目 那其中展出了一系列就是顶级艺术家的限量版画作品 那展览至今可能是第三周第四周的样子 我们也收到了很多朋友的支持和收藏和好的反馈 那么相信很多朋友和我一样 就是在我们看大师作品的时候 我们觉得我们在美术馆看过 我们在画廊看过 我们在线上或者是在文章中读到过 我们熟悉他们的作品的样子 但是呢我们可能比较难得有机会像浩月一样 就是通过拍摄通过采访和艺术家本人有一个线下面对面交流的这么一个机会 来非常第一手的了解到他们真实的面貌 所以也是想借这个线上展的时机 请浩月来为大家带来一些他多年采访拍摄经历中和艺术家的面对面的故事和感想 那么我们接下来从哪位艺术家开始呢 从张小刚吧 就是我们中国当代艺术绕不过的一个旗帜人物 给大家看一下这一件作品 张小刚呢他是90年代初期的时候就以图中这个为例的一组独居个人风格的血缘大家庭系列 在国际舞台上获得了关注 他凭借这一组作品呢是首先获得了圣保罗双年展的铜奖 然后随后受邀参加了包括第46届威尼斯双年展在内的很多重要的国际艺术大展 然后在取得了这个艺术界学界的关注之外呢 2006年的时候张小刚是迎来了他艺术市场上的一个高光时刻 其实这也是中国当代艺术的艺术市场化的一个很里程碑的一个时间节点 那当时呢就是图中的这样一件作品 他是让张小刚以近百万美元的这个成交价 在2006年纽约的苏富比春拍上一名惊人临跑全场 那多年的艺术生涯之中呢 其实张小刚的藏家也是遍布世界各地的 我本人在珠雀画廊工作的这段时间中 也有幸认识了一位澳大利亚的大藏家 他的家中有13件张小刚的油画原作 觉得非常惊人 所以十分荣幸 那么我们今天就首先来聊一聊这一位顶级的艺术家 他在画布之后是什么样的 那么同时呢 浩月其实也是采访过张小刚两次 分别是在2005年和2011年 我们也很感兴趣在他的作品 在国际市场上真正受到瞩目的前后 他的状态有没有一个鲜明的变化 那么接下来可能我们就请浩月 跟我们大家来做一些分享 好的好的 谢谢罗曼的介绍 我第一次采访张小刚的时候是2005年 那个时候去采访他的契机正好是张杨的电影《向日葵》上映 当时因为张杨和张小刚老师是好朋友 然后可能就用了张小刚老师的血缘大家庭的一幅作品来做了海报 你看那个现在图文区里放的这个就是当时海报的样子 所以呢 这个电影其实也是非常完美的颤示了张小刚老师 就是血缘大家庭系列 还包括这个后来接着的这个《诗意与记忆》这两个系列的这个艺术理念 我们去到他的工作室的时候 他还在那个费家村的旧的工作室 正好准备要搬家 所以呢 这工作室里面显得比较凌乱 屋子里边堆了很多 这个就是这个系列就是《诗意与记忆》那个系列的作品 也都是成品 在他的那个画廊里面 那个工作室里面呢 我们还拍了一张照片 他的背景是他的正在完成正在做的一个系列 叫《我的理想》这个系列 这是未完成的一张照片 未完成的一个作品 是的 我们能看到一些秩序在这个线稿里 然后这幅作品呢最后是2008年的时候得以完成 是现在这一页PPT中我们那个图片里可以看到的 并且他的成品其实是以油画和雕塑的形式整组 被这个路易威登艺术基金会收藏 并且在他们位于欧洲的一个美术馆里 做一个长年的展出 对 那么采访期间呢 就是说 至少我们被两次这个来参观的这种 像旅游团一样的这种游客 不是游客啦 其实是张晓冈老师的客人来打断 他那个时候就说 说是在那段时间里边 他们几乎每天要接待 像我们这样的媒体 或者是来参观的这种长家也好 或者是这个美术馆的 或者是画廊的客人也好 每次每天要接待七到八博 所以可见那个时候 他这个张晓冈老师就已经开始有很高的 这个社会关注度 虽然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很有名的艺术家 但是你能就是给我的第一印象 还是能看出来他很有这种学者的气质 因为他原来在川美当过老师 他还是很像这个美院老师的那种样子 我觉得当时给我第一印象 他就说好像这个电影《男人四十》里边张学友的那个形象 是一种非常受这种女生欢迎的这种学院里老师的形象 那么采访他的时候呢 就是说到他的这个创作理念 因为很多人觉得他一直在画过去 画这种革命时期的东西 他说其实我不是要表达过去 他说我从来不画这个现代社会 因为我喜欢就是表现的是现代社会的人 在面对过去的 他经历过了种种的时候的这种矛盾的这种情绪 他说他的艺术从来不是预见未来的这种作用 他的艺术是对个人或者对整个社会 或者是国家的过去的经历的一种记录 这是他当时跟我们阐述了他的这个创作理念 然后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对我印象很深 就是在他的画室里边 有一面这个资料墙 他会把他这个平时积累的创作灵感 都会贴到这个墙上 你可以看到有很多老照片 有他喜欢的艺术家 艺术家的作品 包括这种音乐家 甚至还有他的这个 去看电影的电影存根 或者是出去出差的那个机票的那个登机牌都会在他的这个墙上 那么他的这些艺术这个艺术资料的这个收集的这个灵感墙呢 其实就是他的工作室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特征 直到我们的第二次去采访他的时候 那个是2011年了 就是六年以后 他的这个资料墙呢 就变成了他的画廊 他的这个工作室里边 会客区的一面主题墙 变得更大了 还是很显眼的位置 那次去采访他呢 就是因为他出了他自己的这个书信集 同名书信集叫诗意与记忆 刚出版 他的工作室也从之前的那个飞加村搬到了那个一号第一艺术区的画室 现在他现在应该也是还是在这个画室啊 你看这个画室的规模就很大 而且呢 装修啊 包括他自己的这种形象呀 也不再像过去的这种学院派的老师的形象啊 是一个艺术大师的这种这种风范啊 对 但是 风范出来了 对 风范出来了 罗曼现在分享给大家这张照片后边的这个作品 也是一件未完成的作品 这个就是他那段时间正在创作的一个新的系列 对叫天堂系列 然后这件作品呢 他最终完成是在 如果没有记测的话应该是2011年 然后他最后 就是2011年可能是在你们采访之后 对 然后他最后展出 真正的展出是2012年底 在当时的佩斯画廊北京空间 现在虽然已经关闭了 但是当时其实是一个非常顶尖的一个展示平台嘛 然后佩斯画廊同时也是2008年的时候呢 是代理了张小刚 也是他的一个高光时刻吧 所以2012年的时候 张小刚北京各展叫北京之声 这个展览现场就展出了这一幅 包括这一幅作品在内的一系列当时创作的新作 那这一幅作品 我们可以再看到就是他的尺幅是非常大的 这可能也是就是一个新的工作室可以给予他的更多的一个机会 因为就是空间也非常的开阔了 对对对 是的 就是那次采访中 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 其实他那个时候已经真的是 就是当在艺术圈里边的最顶尖的领域人物了 但是六年不见 聊几天来的时候 张小刚还是很有这种人文气质 很书卷气 就是聊天的时候 依然感受到他很真诚 最印象深刻的就是 他对自己成名以后的这种焦虑 或者这种创作困境 因为他说 当他的作品再卖到两三万美金一张的时候 他说那个时候反而是他最觉得生活踏实 然后自由自在的那种时候 那么现在当作品从两三万美金 卖到两三百万美金 成长了一百倍以上的时候 反而从那个以后 他感觉到自己有一种创作上的焦虑 或者是这种创作状态上的不自由 觉得自己不再是一个自由艺术家 而卷入到了这个油画廊啊 藏家呀 美术馆啊 批评家呀 甚至社会媒体组成了这个艺术的这个产业链里面 它成了好像是一个工业化生产里面的一环啊 感觉自己的想法 行动 创作都会有一种被安排 被人为左右的这种感觉 不再像原来一样 就是可以毫无顾忌的自由自在的 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和创作 我觉得那么大的这个艺术家 在我们感觉好像掌握了更多的话语权啊 然后地位也不一样 应该生活创作更自由自在 但是他说出了他这个很真实的一面 很真诚的一面 就是反而会给他们再来很多的困境 对 他这样的思考啊 也会让我联想到可能整个当代艺术 就是每一个环节 他们交织在一起组成了一个艺术的 像汪洋大海一样的哈 我们会有浪尖上的人物 但是归根结底可能每一个艺术家 只是里面的一个小小的浪花 然后哪怕是如此顶级的一位艺术家 他的思考中也透露着非常多的 就是审慎和他的这个谦和谦虚的一个态度吧 所以我觉得还是挺令人就是尊敬的 那么谢谢浩岳的精彩分享 就是05年和1年两段采访的 这么一个故事还有感受带给了大家 那么在这一次的线上展览中呢 其实我们还有三件是 张小刚的限量版画作品 在线上展触 可以给大家简单的 还有浩岳一起哈 简单的看一下这些作品的样子 然后这一件作品还蛮值得一提的 它叫红桃酒黑桃酒 它是一件石板画作品 限量的版数是130版 那么这件作品的原作是一幅油画作品 我查到的资料显示的是2020年 就是最新的一个消息 包括这件作品在内的一系列作品呢 是被英国的Tate Modern 泰特现代艺术馆永久收藏了 就是一个很新很新的一个消息哈 然后我们也很有幸说 诶那这件作品的限量版画 是在这个线上展厅有机会和大家见面 也感到很荣幸 那么除了这件作品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件是桃李英影 还有一件就是非常 Iconic的一个血缘系列的代表作 红色音啊 也在线上展厅和大家见面 对 那么除了张小刚之外呢 我们的最早一批在国际舞台上吸引到 世界瞩目的艺术家中 有另外一位艺术家 我们接下来会介绍 他的名字叫王广义 他和张小刚一样是90年代初呢 就最早走向国际舞台的艺术家之一 那么这张照片是一张很珍贵的历史照片 它是1993年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的现场 然后这场双年展在中国当代艺术历史上 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因为它是中国当代艺术家第一次 这一批艺术家第一次真正的走向了国际舞台 那在这张照片里哈 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看 就是左二这个穿着蓝色背心的 这个很不羁的艺术家 就是年轻时候的王广义 那么左三呢 是我们也很熟悉的徐斌老师 然后坐在地上的这位左四哈 这位艺术家是方立军先生 然后方立军老师同时也是朱雀画廊 就是合作的艺术家嘛 我们2019年的时候 为他在画廊举办了他的澳洲首场各展 展示了他的木刻版画系列 所以这一批人是当时最早的一帮 就是时代的弄潮儿吧 然后这张照片很珍贵哈 也记录下来他们当时的一个 一个瞬间 那么我们知道王广义哈 他是被誉为中国当代艺术政治波普之父 他有非常非常标志性的一个艺术语言和风格 然后他的作品呢 是融合了西方的一个商业符号 还有中国社会主义宣传画上的一些符号的元素 就是让人等于说过目难忘的吧 这也是为什么他很早就在国际上一炮而红 那么介绍完这位就是放浪不羁的艺术家的一些小的情况以后呢 我就非常感兴趣 想请浩月来介绍一下 他和王广义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 然后这位艺术家真实的形象又是怎样 给浩月来分享 这个大家能看到王广义这个形象 一看就和张晓刚老师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去采访王广义老师的时候呢 是在2016年年初一个冬天 在那时候他刚和那个阿拉里奥画廊签约嘛 然后在阿拉里奥的那个北京的酒场艺术区 在准备他的一个个展 就在这个画廊里面采访着他 一去了以后 我觉得哇这个不一样 这个王广义老师才是我心目中 或者大众心目中的艺术家的形象 因为他是这个哈尔滨人 个子很高很消瘦 然后留着大胡子 然后披肩长发 穿着一件这个黑色的酷酷的皮夹克 就是让人一看就觉得 这就是我们心目中的桀骜不逊的 高高在上的这个自由艺术家的形象 我也当时有点担心 就觉得他是会不会不太好接近 但是就坐下来聊天以后呢 这个顾虑马上就打消了 因为王广义老师 首先是非常的健谈 因为是可能是东北人的原因 说起来呢 非常的接地气 也很那个会跟你像唠家常一样的 然后再一个呢 就是说他非常的谦虚 因为也是当时的捕破记录的这种 当代艺术的领军人物 但是跟你说话的时候 并没有让你觉得有一丝丝高高在上 或者是他是长辈 你是晚辈的这种感觉 就是像朋友一样侃侃而谈 而且说的话也很实在 没有这些冠冕堂皇的套话 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说 那个时候呢 就是对他的这个 他对他的这个创作理念 有一个让我非常惊讶的一个 他自己的观念 就是说他觉得 他在创作的时候 他并不是说是一开始 就形成了很明确 很成熟的这种创作思路 而是说创作初期 他一般的想法都是很混乱的 他要表达的这种思想和这种逻辑 和创作的艺术理念 都是在创作的过程中 才慢慢形成和慢慢完善的 因为一般我们想法中 这个艺术家一聊 会跟你说出一大堆 他的比较成熟的 这种创作的理念呀 艺术理论呀 那么在我们问到他说 是为什么他的这个 大批判系列上 会有这么多一串一串的小的数字 像印章一样印满这个画布 就期待他给出一个非常精湛的 这个艺术理论的时候 他说他说我没什么想法 我就觉得好看 我就觉得放上去那个形式感强 没有任何的想法 他说这就是他的这个创作 他其实很 并且他很享受在创作初期的 这种思想混乱的这个过程 慢慢的理清楚的过程 他说是这个 大批判这个 是他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那么虽然他今天有这么高的地位 他觉得其实除了他的这个选题 或者他的在艺术领域里的这个成就以外 他说最重要的还是因为 时代选择了他 其实这个他说时代不见得 非得选择他 因为很多人可选择 那么选择到他头上 他觉得是有很大的这个偶然性 这一点也让我很惊讶 就是他这个谦虚 那么这种偶然性 就是选择了他的这个大批判系列 他觉得从一方面上来说 对他是幸运的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呢 对他来说也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就是之后大家所有他说百分之百的来采访他的艺术家媒体 采访他的媒体或者是一批人 一提到他必然 而且绕不开的就会说到这个大批判上去 就说到这个系列上去 那么这个对他来说 作为一个新生代艺术家可能是好事 但是作为一个功成名就的一家艺术家来说 有时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包袱 他会花 他觉得他之后的很多年都要花很大的力气 努力的去摘掉他头上这个标签 这个对他来说其实也是突破自己 或者是艺术创新上非常难 一个大的一个鸿沟吧 所以他说巨大的成功 对他来说 在艺术创作上 就是这个大批判这么成功 在艺术创作上是好事 但是有时候也是一件坏事 对我非常同意艺术 你刚刚分享的这个里面有两点 一个是他提到就是这个 关于这个数字 它背后到底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也是当代艺术的魅力体现之处 就是说一个符号 它真正的意义 其实是充满了开放性的这个解读空间的 然后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 很多艺术家 尤其是当代艺术家 他一件作品创作出来 并不代表这件作品真正的成立 或者说是真正的完成 往往是他拿到公众面前去 有了和公众的对话 甚至是公众的参与 才证明着说 这件作品是真的完成了 所以这一点我非常认同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像你提到的 很多成名的艺术家 他们难免会有就是被标签化 认知的这样子一个困境吧 那么他们其实已经成名了 他们在之后的职业生涯里 竟然还勇于不断的去挑战这样一个标签 然后去实现自我的突破 其实这是一件非常勇敢的事情 我个人也觉得 我很尊敬这样的艺术家 其实我们合作的很多艺术家 也是在不断的做出各种各样的突破吧 讲到这个呢 我想分享一个小的新闻 如果我们有国内的观众 在上海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因为这个展览我本人非常想去看 当然很可惜 这是2021年的7月份 刚刚开展的 在上海的浩美术馆开展的一个项目 叫做我与博伊斯王广义的人脸识别 寻找达大人后裔展览项目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展览是非常非常后现代的 然后它是邀请观众来参与的 有很多摄像头实时来拍摄数据的 这么一个参与型的装置 大的装置展览 那这就其实也论证了 说这位艺术家直到现在 他还在不断的做出一些创新和尝试 然后很努力地在探索 是的 那么刚刚浩月有介绍到的 就是他成名的这一组作品呢 也是他政治波浦这个风格的奠定之作 叫大批判系列 那这个系列作品 它的原作其实也藏于 世界范围内非常多的美术馆机构 那么它呢 是有四件的这个限量版画作品 目前也在我们线上展厅里面 有做一个展出 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 它的风格是用西方波浦艺术的样式 在作品里面呢 又和我们刚刚讲到的 中国历史上的这个宣传画的元素 做一个冲撞 然后形成了一些幽默 并且荒诞的意味在其中 那这样一个风格呢 是在1992年的时候 给大家小小科普一下 被我们当时中国当代艺术教父 也是非常非常著名的 批评家立宪廷先生 定义为政治波浦 这个词汇其实是在中国特殊的 语境下形成的一个艺术词汇 那在西方并没有说是一个对等的概念 因为它涉及到了一些元素的挪用嘛 挪用和融合嘛 但是便于大家的理解 可能我们在西方语境中 我们可以马上联想到 比方说现在非常炙手可热的艺术家 像Banksy 他的一些作品 也是结合了不同的元素 但是其实在整个设 他对于现在社会问题 对于当下的一些思考 这样子 那这些版画呢 都是165版的限量版 和大家快快的分享一下 先大众十月 还有这个是王文匹克 对 那么聊完了刚刚两位 就是非常有代表性 也非常有辨识度的艺术家 之后呢 我们现在来聊一聊一位 跟他们非常不同的 一位女性艺术家玉红 玉红呢 可以说是我们中国当代艺术 最重要的女性艺术家之一 那图中的这一张作品 它是来自这个世界最大的私人收藏 私人中国当代艺术收藏 白兔美术馆的一件玉红的作品 这是当时2020年的时候 在白兔美术馆20周年特展 And Now中展出的一个现场图 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作品的尺幅非常大 它有4米乘以6米 这么大的一个尺幅 在一个黑色的背景下 充满了一种戏剧的张力 那这件作品呢 名为《昏睡百年》 画中的每一个人物形象 基本上都是闭眼在睡觉的 这么一个状态 它的整个样本呢 是以宗教绘画里 欧洲的这个根特祭坛画为原型 然后呢 我们的艺术家 把其中所有神性的元素摘除掉 置换上的是 他观察到的社会里的 每一个人的绘容 借此他传递的是 在高速发展的一个社会环境之下 他对于每一个个体的心酸 或者说是所面临的压力疲惫的观察 非常细之如微的一个观察 是这样一个议题 这件作品据玉红本人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是他本人最满意的一件创作 同时他传递的也是他本人 一以贯之的一个艺术理念 那这个理念呢 是来自于 我们可以提到一个小小的概念 叫做新生代 他和他的先生刘晓东 是艺术圈里的一对金童玉女 同时呢 也都是中国新生代的 这么一个艺术流派的代表人物 那新生代他们所提倡的观点 恰恰和我们刚刚介绍到的艺术家 王广玉他所代表的 这个八五星朝艺术家 有所不同 他们的切入点更微小 他们更关注就是我们当下 我们周遭的生活 我们关心的是每一个社会里的人 人的最基本的一些问题 关注他们个体 作为个体的这样一个存在 而不是一个集体 那其实在这件作品中 就有一个很好的体现 所以聊完这件作品以后呢 想请昊悦来分享一下 就是这一件作品背后的艺术家 是一个怎样的样子呢 谢谢罗曼 就是聊到这个玉宏以后 明显和前面介绍的两位老师的 这个风格不一样 因为玉宏可能她没有 她的这个玉宏也是老师 玉宏也是 现在也是中央美院的油画系的老师 玉宏老师的人生可谓就是一帆风顺 14岁就考上 对 开挂人生 14岁考上美院附中 来从西安到北京 然后这个大一的时候的习作 第一张素描大卫像 就登上了这个全国美术院校教材的封面 被认为是中央美院 有史以来最好的大卫像 而被中央美院收藏 然后又适合刘晓东老师 是一对艺术圈里的模范夫妻 爱情事业家庭三丰收 这种人生经历 让你觉得他一见面的时候 你就觉得哇 这个虽然也是美院的老师 但是他的这个形象和张晓刚老师这种形象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就更像我觉得小时候看的那个陶穴威龙里边 周星驰的陶穴威龙里边张敏那样老师的形象 英姿撒爽 英气逼人 是绝对是学校里边很招学人喜欢那种女老师 但是他的我们2006年去到他的工作室的时候 他那时候工作室和刘晓东的老师的工作室在一起 就是隔壁 就都在七九八的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角落里边 然后进到他工作室里边 也是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反差 因为他的形象是一个非常知性的这种 女老师的形象 但是他的工作室呢 却没有那么精致 就是你进去以后感觉 首先空间不大 其次这个非常像是没有经过装修的 就是就是七九八的工厂车间的感觉 然后就是四百落地 然后简简单单 甚至在这个10月11月份的时候 还觉得有点有点冷清 然后我们采访的时候 他工作室里边放着瑜伽的这种非常空灵的音乐 然后那个时候呢 他正在创作的也是他的这个新的一个系列 叫他系列 这个图片背景的这些是创作中的他系列的一些元素 对对就是就是办成品吧 然后我们就问他说是为什么工作室和你的个人气质会差别比较大 他说他说他在他的概念里边 工作室就是工作的地方 不需要太舒服 甚至也不能太舒服 因为他不想在工作室里做除了工作以外的任何事情 到工作室就是画画 画完画工作完了 马上离开 这是他和别的人可能不太一样的一种工作方式 然后他也不认为他是一个全职艺术家 他说我本身我也不是全职艺术家 在我的这个生活排序里边 我的第一顺位是当好妈妈 因为那个时候他的女儿才十二三岁的样子 他说我第一要做的事情是培养好我的女儿 然后第二要做的事情是当好老师 他在学校有很重的这个教学任务 每天上午送完孩子都要去学校去做一些教务上的事情 然后把这些两件事干完了以后 有时间他才会去他的工作室去画画 可能一天就画个三四个小时 然后他说他的产量也不高 那么像这种大尺寸的画 他可能一年那个时候他说就画个四五张 小尺寸的画画个十来张 他说他完全没有这个创作上的压力 所有的创作都是就是有需要表达 有感而发的时候他才会去做 那么他喜欢用这种写实的手法来 记录自己当下的生活 你看那个张小刚老师就是说他不喜欢记录当下 那么那个玉虹老师就说他喜欢记录当下的生活 那么他的成名作或者他代表作见证成长 和包括这个他系列也都是就是说 记录当下他自己的生活这种创作方式 对就像这张作品是他的目击成长系列作品之一 他这一个系列作品呢就像刚刚浩月讲到的 他就是有记录周遭记录当下 同时也会记录自己甚至是他女儿的一个成长的过程 所以这幅作品其实左边是当时的一个新周刊的 其中一个内页反映的是当时社会的线下的一个状况 中间一件呢是他自己的一个人生经历 在那样一个时间节点上 他正在上海创作他这个金色系列里的一幅天顶画 然后最右侧的是他当时身为母亲的角色 他见证他孩子 其实也是一位非常现在很火的那个年轻艺术家刘娃 对那这是青春期刘娃 他当时成长过程中的一个瞬间吧 所以这件作品其实很好浓缩了他的 面对自己的一个态度 同时也是他创作的态度哈 赢家的态度 对人生名家 是的 然后心态也是很平和的这样一位艺术家 对 然后我们接下来还有介绍的一位艺术家呢 他又是一个性格非常先宁 非常特立独行的艺术家 曾凡志 曾凡志呢是我们一聊到中国当代艺术 我们就说哇 他是一个天王级的人物 他的名字永远和一些天价拍卖 几亿几亿的这样子的一个数据联系在一起 同时他也是当代中国当代艺术目前最高拍卖记录的一个保持者 那么图中这件作品是我有幸见到的一件原作之一 当时呢是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就几个月前 悉尼的一家老牌拍卖行叫Shapori 他在Chippendale有一个空间 然后在那个空间里呢 他举行了一场中国当代艺术的拍卖会 当天晚上呢 我和我们画廊的总监叶琴女士 也有幸亲临了这个拍卖会的现场 然后这么一件小小的面具系列的纸本作品 它是一个纸本彩迁的作品 它的大小只有14乘13厘米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是A4纸的一半 还不到的一个方形的小小的作品 在当晚是拍出了将近十万澳元的这么一个价格 所以也是非常惊人的 我就没有想到哇 到目前在疫情的这么一个情况下 我还能感受到这个艺术家他的市场之火热 那么这个面具系列也是曾凡之最为人知的 一个非常iconic的系列作品 接下来我是想请昊悦来为我们一起揭开 这位艺术家添加面具之下 有哪些神秘的色彩 好 谢谢罗曼 那个曾凡之老师就是更特立独 也不是说特立独行 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聊的这几个艺术家 每个人都有非常鲜明的性格特征 我去采访他的时候 就稍微晚一些是2009年了 那么去采访他的路上 这个我的同事就跟我说 说是这个曾凡之老师的工作室 可和别人的工作室有非常非常大的区别 他的工作室非常的精致 就是他是一个非常讲究生活品质的人 他跟这个时尚圈演艺圈之间的关系也走得更近一些 然后我们去还没有进到工作室之前 就能感觉到到他的工作室周围 这个草也不一样了 然后地上的铺的石子也不一样了 进了屋子以后也不会让你感觉这是工作室 就是艺术家的工作室或者是这种工厂的感觉 就和去了一个人家里一样 非常的干净整洁 你看罗曼现在分享给大家这张照片 就是他的工作室里边画画的工作的区域 工作空间 一般的艺术家的工作区域会比较杂乱 比较无序 到处都是油墨啊 水彩啊 颜料啊 他的工作的空间 你看就真的像是一个处女座的人的这种工作方式 什么东西都是井井有条 画笔都是按照大小顺序排的 就是非常的干净整洁 那么聊天的时候的这种会客的地方呢 也是非常的不像是工作室 更像是一个人的就是家客厅啊 也能看到他的摆设啊 装修啊 或者说是家具啊 都是非常有品味的 那么我觉得给我当时印象最深的就是 井凡之老师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 其实他不怎么爱说话 表达也不是像王广义老师这种侃侃而谈的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但是呢 依然没有任何的明星的架子啊 就是大脸的这种架子也是非常的有礼貌 非常的谦和啊 但是聊天呢 就不是这种偷向拉家长的这种感觉 就是相对感觉会比较正式的一个采访啊 你问什么问题 他会非常温文尔雅 就给你阐述他的这种观点啊 理念啊 这些方面的东西啊 这是我印象很深的 那么说到他的这个性格啊 就是说包括他画的这个面具这个系列 就是这么成功 但是这些东西都是和他的性格有关系 他说他从小呢 就是比较内向的人啊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很有意思的小故事 就是说这个曾凡之老师这个面具系列 很多都是成年人 但是戴着面具 同时戴着红领巾 那么这个红领巾就是他人生中的很很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 痛点 就是他他没有入过少先队 作为一个六零后啊 他说他几乎是全班唯一一个没有入过少先队的 这么一个学生 原因是什么 并不是因为他调皮捣蛋 只是因为他不说话 就是老师问他任何问题 内向 对内向 就是他说他其实小时候可能是有一些 就是自闭的这种倾向 就是因为他不说话 老师问他啥都不说 所以最后老师就没有让他入队 他从小就留下这么个心理阴影 就是没有戴过红领巾 然后直到他现在成名了 就是说 他还是愿意保持着这种小时候的这种被社会其实有点边缘化啊 或者说是被社会抛弃了 或者说他很很孤僻或者是很内向这种这种心境或者这种情绪 因为他带着这种情绪他才能很好地去表达自己 他的意思是这样 就是说虽然他现在是number one 是艺术界的记录保持者 但是他还会刻意地去保持自己的这种孤独感 或者说是这种边缘化的这种感觉 很有意思 然后现在罗曼分享的这个照片呢 也是一个小故事 就是我在最后给那个曾泛之老师拍照的时候呢 我其实在选了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让他站在一个画框里面去拍 然后曾泛之老师就跟我说 就是你的这个创意呢 非常好 我也觉得很好 但是呢 不巧的是上个星期来的这个媒体呢 他的那个摄影师也是用了类似你这样的方式去拍了一张照片 也是让我站在一个空的这个画框里面 如果怕你到时候拍了以后 重复了就不好了 咱们重新选一个角落 然后他就跟我一起去选 然后他觉得在他家 这个是他家客厅 就是大堂的地方 然后他就坐在那个楼梯边 因为他很喜欢他的这张 这张也是很有名的他的一个作品 接下来这个画面就是 这件作品当时展出的时候 在高谷轩画廊网站上的一个截屏 这件作品是曾泛之创作于2004年的一件作品 应该是一直是自己就是作为一个私藏 保存在他的工作室 或者说是他这个居住的环境中 然后直到2011年的时候 这里呢有一个小故事 也是他是第一位被这个高谷轩签约 独家代理的艺术家 也和他就是多年非常严谨 或者说是很会经营自己 是缺不了干系的一个一个里程碑吧 然后同年呢在签约了他之后呢 高谷轩其实是也是拓展亚洲市场 开放了一个香港空间 当时就是在香港新开放的空间里 为曾泛之举办了一场个展 然后又囊括了他众多作品来自不同的时期 那其中这一件也是当时展出的一件比较重要的作品 对做了一个展出 然后我们从浩岳的这个分享中 确实是能感受到每一个艺术家 都有非常不同的底色性格也是很鲜明的 然后像刚刚分享的曾凡志呢 就是我能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 然后善于思考的这样子的一个艺术家 然后也非常认真 我们最后这位艺术家 现在屏幕中放的是一个截图 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李金老师 他就是一个底色也非常鲜明的 有很鲜活个性的这么一个艺术家 那李金老师呢众所周知 他是中国当代艺术新水墨的代表人物 他非常擅长以诙谐的这个活色生香的图景 来怎么说更新 我们对中国的传统水墨画的一个认知 那他也是凭借他这样独特的艺术语言 举时闻名吧 他的作品在世界各大机构都被收藏和展出 那么最近呢 目前正在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展出的一个亚洲当代艺术馆藏展中 李金老师的一件作品 叫做盛宴一号 这件事大都会博物馆本身的永久馆藏嘛 那这件作品也被挑选作为 目前正在展出的唯一一件当代的艺术作品 与它共同展出的都是一些馆藏的古代珍品 所以要是大家有朋友是在纽约的 都不妨去推荐他们去看一下这个展览 觉得是非常值得欣赏的一个展览 那么说回我们李金老师和我们的一个故事 是去年的时候在疫情稍微放缓了一些 我们呢是举行了李金老师的朱雀艺术的首次个展 活着请到了澳大利亚最具影响力的一瓶家 John McDonnell先生来担任这个展览的客座策展人 那这一场展览我们当时因为李金老师 没有办法清零展览现场 我们当时是邀请号叶团队来和我们做了一个合作 制作了一个展览同名的纪录片宣传片 以及是一个视频导览 就是有一系列的这个视频的视觉的作品的呈现 来共同宣传 那么当时呢就是我们也是通过这一个合作和 浩月视觉建立了一个就是良好的友谊吧 那这一个画面就是当时纪录片的截屏之一 我想请浩月先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次合作 有什么样的小故事 对这次特别特别开心的一次合作 就是但是有点遗憾 就是没有见上这个李金老师 如果说是当时不是疫情的话 我想我们这个合作一定会的记忆更深刻 然后我一定能拍到李金老师非常精彩的这个肖像照片 因为因为李金老师跟上面的这个曾凡志老师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行为 曾凡志老师是要把面具带 是要以面具来试人 但是这个李金老师呢就是说 一定要脱掉自己所有的面具来试人 就是我要表现就是我真实是个什么样子 我就要表现什么样子啊 因为他很有代表的我印象深刻的一句话 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啊 好交友好吃饭好喝酒也爱做饭啊 他说如果你说你是一个热爱艺术的人 但是你要说你不热爱生活 他说我是坚决反对的 那么就是他是一个首先热爱生活 其次也热爱自己艺术的这么一个艺术家 非常的鲜活的一个艺术家 然后我们在这个纪录片的准备过程中 也是花了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啊 和朱雀艺术的小伙伴们一起去准备这艺术片 包括前期因为是两地嘛 我们线上收集各种各样的图文资料 影视资料影像资料 然后还连线北京 在那个李津老师的工作室里边 架了摄像机 然后让李津老师的助手啊 帮我们调整机位 然后记录收音 然后再传回到悉尼来啊 这个过程也是非常非常艰难啊 但是李津老师特别配合我们的这个纪录片的工作 然后等李津老师的作品到了画廊以后 我们又多次在画廊里面拍那个作品的镜头啊 包括像现在放的这个照片 就是策展人John McDonnell也非常的支持我们的工作 两次接受我们的采访 然后和我们一起录制这个导览片 还有这个访谈啊 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 但是最后的这个结果是非常非常令人满意的啊 就是我们那个展览作也非常成功 对 那么在这个合作之外呢 我想和大家也分享一个小秘密啊 就是浩月其实也是我们猪球画廊的这个心境藏家 这一只资网版画作品 其实就是啊 这期线上展的时候 浩月本人收藏的一件李津老师的作品 那浩月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件作品的感受是什么吸引了你呢 不是长家 不是长家啊 就是就是真的是非常喜欢那个李津老师的作品 有机会的 正好这次我们线上展览有 然后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幅啊 就是这个剧的这一幅 我就很很高兴的就是立即打电话给那个罗曼 就是递下了这幅作品 主要是我觉得是跟李津老师合作的一个纪念吧 有一个纪念 因为这次合作一个多月对李津老师的整个的人生阅历啊 艺术艺术经历都有更深刻的了解 虽然没有面对面 但是说实话比其他艺术家了解的更多啊 那么就一直就非常喜欢李津老师的这种 创作的这种新水墨的这种风格 尤其是他画的这些人物形象啊 你看就是非常的怪诞 但是呢又很个性鲜明 而且你从每个人身上 甚至甚至画里边的鸟啊 这个鸡头呀 熊猫的身上都能看到李津老师自己的影子 非常耐人寻昧的这个作品 适合你拿着酒啊 端着杯茶呀 从左到右一个一个去品味 然后从右到左一个一个再品味回来 特别有意思的一幅作品 我很喜欢 谢谢浩月 也祝贺浩月啊 对 那么除了这一件我们刚刚请浩月分享的作品之外呢 线上展厅里面还有一些啊 更多的李津老师的作品 其中包括木刻版画作品 以及十版画 还有数字丝网版画作品 都是限量一百版的作品 那我们简单的和大家就是一起浏览一下吧 像这一件就是很有趣的一个 非常简单 但是又是非常巧妙的一件作品 它是一件木刻版画的作品 是以这个书 书画结合的形式来制作的 上面的图像呢 是李津老师当时在西藏生活创作期间 是90年代的时候啊 受到藏传佛教的那个经典里的一些 这个木刻版画影响 来产生的一些创作思路 创作出来的作品 然后我们也问了李津老师说 为什么在这一组西藏系列 拉萨白苗作品里 要有浓油吃酱四个大字 李津老师也非常诚恳 他说啊 我在西藏非常的偏远 我很想念这个内陆的美食 美味佳肴 所以不禁就写下了这四个大字 其实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就是李津老师本身的这个艺术风格 还有一个像哈月刚刚讲到的 非常热爱生活 很肆意畅快的人生态度的一个真实写照 所以我个人觉得啊 这件作品非常有趣 对 然后这还有一些啊 其他的作品 大家简单的就带过一下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 和哈月相识 其实是在拍摄 制作这个李津老师 各展同名纪录片的过程中 产生的友谊嘛 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不播放全篇了 但是可以带大家简单的欣赏一下 当时这个纪录片的一个预览 预览版 在播放可以和大家一起欣赏 可以听见吗 嗯 很好 谢谢哈月 哈月的作品啊 sorry 好的 对 那我们今天的一个核心的环节 其实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 嗯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在这个Q&A 我们会有十分钟的这个Q&A 问答环节 在此之前呢 可能带大家再简单的浏览一下 像关伟老师 还有艾薇薇老师 他们的作品也是在线上展厅 同步展出 都是这个限量版画的作品 这件呢是关伟老师的作品 然后这一个是艾薇薇的 一个简纸的作品集 它是像是一个个人的回顾一样 一共是一组八张作品 这样子 那么就谢谢大家 然后也谢谢浩月 今天非常非常精彩 生动的一个分享哈 那么浩月其实作为一个资深的摄影师 从2001年开始工作创作至今 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然后我们刚刚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有提到浩月是2012年在悉尼创立了 浩月视觉这样一个团队 这个有温度的工作室哈 那浩月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 就是在你成立这个浩月视觉工作室的时候 你的愿景是什么 以及你们小伙伴们具体都做一些什么呢 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对简单介绍一下 因为时间的关系哈 多留一点时间跟大家一会讨论 我们工作室就是 是一个就是愿景 就是做一个有温度的工作室啊 就是希望和一群有温度的人 做一 就是和一群暖心的人 一起做一些走心的事啊 就是我们工作室 现在有十几个小伙伴一起啊 大家除了自己这个做自己有兴趣的一些项目以外呢 我们也接一些商业的拍摄 比如说商务肖像啊 然后像我们的这种宣传片呀 广告片呀 这种介绍片呀 或者是活动的拍摄 就是photo和video 照片和视频都有啊 然后我们现在搬到了 去今年刚刚搬到那个Alexandria这个区域 然后有一个比较大的空间 也是那个适合我们做一些比较大的项目 希望大家有机会关注我们的那个公众号 然后解封以后 希望大家能也有机会有兴趣就来工作室玩啊 在工作室做客 我们多线下见面啊 期待大家可以线下见面 然后浩月的工作室离我的住处也非常的近 我也期待等到解封解封之后 浩月和团队的小伙伴回归工作室以后 我们可以常常catch up 啊对 然后刚刚浩月有提到 就是说欢迎大家就是有任何的想要探讨的 这个事情呢 都可以在关注了微信公众号之后 在后台和工作室的小伙伴做一个交流 所以我把这个浩月视觉的二维码 放在屏幕的这一页 然后同时我们也开启这个Q&A的环节 然后屏幕右侧是这个画廊的二维码 也是link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所以大家有什么想要询问的 也可以在后台和我们联系 那今天的分享可能就是到这边了 我现在就欢迎大家看看 看有没有谁有什么问题想要向浩月代 感谢观看